大家好 我是香港的歌手演员赵俊成 和我一起关注中国青少年足球 一起为中国足球打磕 中国有足球 加油 2018 中国足球又一次未能出现 那年 不服输的中国人 决定在全国青少年中进行足球天才选拔 少年因为实力重新聚到一起 因为梦想 蓄势待发 人称 分母计划 我准备好了就不会害怕 当我失望的时候 我也会哭 我希望别人提起我的时候是莫一番 而不是莫村的儿子 以前是为了逃避现状 以后是为了追着梦想 尽自己最大的力就好 我希望将二次的美好大度到三次人中 我希望我的队友替我把这些容易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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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第一 团队第一 想拿冠军 中国足球叙事待发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中国足球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屡战屡败 却依旧热爱 你们有的想要改变自己 有的想要改变命运 有的想要战胜对手 还有的梦想与自由 但是最后 却因为足球站到了这里 在这里交换的我 以后甚至会交换更多的人 梦想与信仰的力量 直到今天我看到你们 我明白了 是因为热爱与信仰 是因为一直想挑战的不可 中国足球 很多人说 在中国踢球没有前途 以后不许再踢球 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 不要再做了 以后别让我再看你灵 球怎么不踢啊 国足英雄是不可能的 天生回来这么闻 心心这么差 是这样吗 中国足球 让大家看到的 是生活中惶惶不安的自己 或许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 但是更多的人 能从失败当中爬起来 一次次地去跨越自己 挑战不可能 因为你们是中心 因为中国球场 就会赢 一次又一次 从身边半夜的梦中陷阱 因为这样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你这心中的数码 在电视机面前正面 你怎么看你这个状况 状况的数码 你怎么看哪里自身 是因为中国球场还在 希望就在 梦就在 最后 经过严格的考核 进入分母计划的名单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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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